这个故事的名字叫做饿婆婆 秀山村在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 这个地方数多林密 有大片大片的竹林 这里的人呢 世世代代都以打席子为生 他们砍下竹子 再划成小块 用传承下来的手艺编制席子 然后拿出去卖 能赚几个钱 解决温饱问题吧 村子里边有一户姓王的老太太 这老太太啊 尖酸刻薄 阴阳怪气 前年她老公一死 这脾气呢 就更加古怪起来了 而且啊 她还是一个老封建 今年呢 她儿子找了一位城里的姑娘 嫁到他们家 老太太那可真是乐开了花了 村子里边的人也是特别羡慕 说他们家小杨啊 福气好 竟然找了一个城里的姑娘 从这开始 这老太太你就看吧 走路带风 说话的声音呢 都比别人高 经常啊 在村子里边啊 跟别人说 说她儿子福气好 那都是祖宗基下的阴德 保佑着他们家呢 然而 才过了三个月 这老太太呀 就开始嫌弃这媳妇了 说是媳妇是城里人 做事啊 笨手笨脚的 什么都不会 当初啊 还不如让儿子 娶一个农村姑娘了呢 那媳妇啊 气得流下眼泪来就说了 婆婆 我什么都不会 但是我能学呀 婆婆呢 你再看 凶神恶煞的跟她说 等你学会了 那都猴年马月去了 真是个瘟神 我儿子怎么就找着你了呢 老太婆呢 对这个媳妇 是横挑眉毛竖挑眼的 还怂恿自己儿子 去城里上班去 那其余去城里上班的 这夫妻俩就难得见一面了 后来啊 还是媳妇娘家人心疼女儿啊 给他们在城里边 花了首付 买了套房 现在呢 这老太婆 一下子来到城里住了 那就更加可以了 啊 她说呀 这房子是她儿子的 都是他们家祖坟埋得好 这儿子白天上班 家里边就剩下这个媳妇 跟婆婆两个人了呗 婆婆呀 总是处心积虑的 她在谋算着 对自己的儿子有利的事 对于这个媳妇 她完全是当做一个外人来看的 有一回啊 媳妇跟她儿子吵架了 虽然说事后和好了 小两口依旧是恩恩爱爱 可是这老太婆这心里边不安了 心想着 这媳妇是城里人 花花长的多 这次吵架他们和好了 下次要是再吵架 弄矛盾了 闹离婚怎么办呢 到时候再把自己的儿子一脚给踹了 那可砸赞了 老太婆一改往日凶恶的这种形象 她开始对着媳妇啊 表面上是千好万好 可是背地里呢 却另外的盘算着一些 这个媳妇呢 为人单纯呢 她觉得这个人与人之间 只要真诚相待 那就没有别的问题了 有一回啊 这婆婆趁着儿媳妇的阳台上晒衣服 她竟然把儿媳妇一下推下阳台 这老太太杀了人了 也吓得赶紧躲回到农村去了 回到了农村之后 夜渐渐深了 老太婆呢 是整天整宿的睡不着觉 为啥呢 她害怕呀 她害怕警察找上门来怎么办呢 她害怕媳妇要是变成女鬼 来找她报仇了怎么办呢 每次啊 别人一问 咋不见你媳妇跟儿子呢 她也不说话 看着人家啊 就是一阵怪笑 年轻人的事 我是不多管着的 就这么着 又是一个深夜 月亮隐藏在黑云的后边 整个村子里是一片死寂 老太婆坐在屋子里边啊 滑竹子 忽然间呢 她就看到窗户外边 一个影子快速地飘了过去 等她眨眼看的时候 那个影子已经没了 老太婆吓坏了 吓得脸色巨变 赶紧出屋子 到院子里边去看 大院子里边是静悄悄的 静的只能听到 她自己的心跳声 有人 谁在屋子里呢 这一会儿老太婆吓得心脏啊 马上都快停了 她大声地朝着屋子里边痒痒的 谁啊 诡异的是 屋子里边有一个黑影 那个黑影身材鲜瘦 一头长发飘散得七零八落的 犹如蜂魔一样 最恐怖的是 这个老太婆 看着那个黑影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啊 老太婆大叫了一声之后 晕得过去 当她醒过来的时候 天已经大亮了 老太婆醒过来之后 发现自己竟然还活着 心里边产生了更大的恐惧了 她嘴里边骂的 死婆娘 你死了还来作怪 看我不要你好看的 老太婆走进了媳妇那屋子 把媳妇的衣服找出来全都烧了 趁着天黑打小人 还在火盆里边烧了不少的明纸 孝敬阴差 而且呢 一边烧还一边说道 阴差大人 你一定帮我抓着我的儿媳妇 这死女人死了还来作怪 你们把她抓下去 让阎王打她十八地狱去 抽她的金 扒她的皮 让她油锅里边炸着 让她永不超生 只要你们答应我 我就给你们烧大房子 烧大车 此时此刻的阴曹地府里啊 这牛头马面 收着了老太太烧了这个明纸之后 俩人商量着 牛哥 你说这事咱们管啊 牛头瞪了马面一眼 谁 你可能还不知道吧 那老太太把她媳妇推下楼了之后 她媳妇啊 被雨棚遮住了 全身软骨质受伤 现在还跟医院昏迷着呢 不过我查了一下 那女的魂魄啊 出窍 来了阴曹地府 马上啊 就要见阎王了 那阎王有多公道 你还不知道 再说了 那老太婆 起身不正 作孽不少 死后必定是要下十八层地狱的 你还去帮她 到时候阎王也追查下位 你我都脱不了干系 马面一听这话就说了 还是牛哥有先见 这缺得没良心的钱 咱们不要也罢 马面朝天一喊 把这钱呢 就抛向了空中了 这个时候 一阵大风袭了过来 火盆里边 汹汹燃烧的大火 忽然之间就熄灭了 明指也只烧了一半 老太婆只眉头一皱 满脸凶狠的皱纹 三角眼倒数 嘴里边啊 嘀咕着呢 这是咋来啊 且说那女人的魂魄 带到了阎王爷面前 阎王爷一查生死簿就说了 你命不该绝啊 此生福报有多 这不是你来的地方 回阳间去吧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 是时辰没到 说这媳妇还阳了之后 醒了过来 这才知道 当初啊 她被那恶婆婆 推下阳台之后 恶婆婆畏罪潜逃 回了村里了 所幸的是呢 她命不该绝 在医院里边昏迷 在医院期间呢 她老公 因为负担不起医药费 把自己的老婆 丢在医院里边不管了 也跑了躲起来了 亏的是一位善良的护工 整日的照料她 那护工的儿子啊 也帮着母亲照顾她 在这期间呢 俩人产生了感情了 出院之后 女人找到了男人 俩人也是离了婚了 那男人呢 心里边也是愧疚啊 净身出户 回了老家 再后来啊 那女人和那护工的儿子 结婚了 这才知道 其实啊 那护工的儿子 是这某室的首富 让他动容的是什么呢 是他们母子二人 有钱之后 不是想着享受 而是回报社会 平常心面对 实在是难得 所以说呢 有什么样的母亲 就有什么样的孩子 这护工呢 其实是免费在这做护工的 女人和这男人 结婚了之后 很幸福 婆婆呢 也是真心对她好 婚后不久啊 他们的孩子就出事了 才说这恶婆婆 自从遇到这媳妇的鬼魂之后 处处是小心着 生怕有人害她呀 也怕警察找上门来 盼她一个杀人罪 那她这辈子就完了 然而 有一次啊 这恶婆婆在划竹子的时候 竹灭开叉 其中两根刺住了她的双眼 她的双眼当场就被戳瞎了 另外一根拇指粗的竹灭 从她的胸腔穿透而过 恶婆婆是当场吐血身亡 死了之后 还被那牛头马面 拉去了阴曹地府 路上的时候 这恶婆婆想用纸币 收买牛头马面 牛头气愤的就骂了 你这老巫婆 那么好的儿媳不珍惜 却想着置人于死地 好在她命不该绝 好人有好报啊 恶婆婆一听就高兴了 什么 我儿媳妇没死 那我就不算杀人了 马面这时候一边的抽在恶婆婆身上 破口大骂 你个老巫婆 这时候了 你还想推卸责任 谁遇到你了 那真是倒了八辈子血没了 还有你那个怂包儿子 去世之后 居然抛下结发之妻 行了行了 老巫婆赶紧走 十八层地狱等着你呢 呵呵呵 马路上 一位头发乱蓬蓬的男人 坐在冰冷的地面上 面前摆着一个破碗 此时天上下着白花花的雪花 一个小男孩从他的旁边经过 正准备把一张五块钱的纸币丢到碗里 爸爸却拉住了小男孩的手 知道 宝贝啊 不要给他 你看这人 好手好脚的不去工作 却在这坐享其成 等着别人施舍给他 他连做人的尊严都没有 还厚着脸皮 等待着别人给他吃喝 走 我们回家了 好了 等待着别人了 感谢观看